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 那先夾就好像在打牌子 然后到后来是用摸我的大腿 直接伸进去我的衣服里面 然后摸我的胸部 出面控诉而时经历时隔多年 心里仍有阴影 当年受害者仅有十岁 上钢琴课却参与狼尸 坐在同长椅子上 弹错时静还被问 你想要被打头还是被摸身体呢 老师很好吧 还让你选择 好好的童年变成噩梦一场 只要有犯罪主持的老师 都应该是不能再接触小孩子 只是在法律上我们还不够严厉呢 所以一直陆陆续续我这样的事情 终于解离受害者勇敢面对 该名音乐老师教学资历相当深 但恶行种种 二十多年来还流转于 三重多索国小任教 也在外担任家教并指导合唱团 网络PO文让不少毕业生 跳出来喊话 说老师在学校一直都涩咪咪的 都会故意叫女生帮他装睡 还会要穿裙子的人 坐在第一排偷看 甚至疑似在办公室偷看色情影片 三位理清完成调查之前 将各自该师退休申请 另要求学校主动询问 曾接受该师个别指导学生 据了解这名音乐老师 八月即将退休 学校在今年四月中接获投诉 已经召开信评会 让其远离校园 新北教育局也介入处理 云坡喊话 希望修法保护未成年受害者 追溯期应该从成年后开始计算 永不录用没收退休机 以免狼狮再加魔爪升进校园 那过了十年二十年 如果要寻法律途径的话 那已经过了追溯期 校方应该要主动扩大调查 校园性骚平传 除了杜绝狼狮 就是孩童遭到迫害 不知如何求救 该如何防范 各界都应加以重视 记者李琴陈轩 新北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